最近,妻子的婚事成了一家人最挂念的是, 自母亲过世后,妻子就承担起了家中女主人的角色。 这些年,她细心照顾着父亲周极的生活, 无知无觉间,变到了婚配年纪。 27岁,身边好友已在婚姻里走了一遭时, 妻子依旧不慌不忙,毫无成婚的念头。 父亲对此后知后觉,她在大学任职,总是很忙碌, 便也习惯了将家中事务交与女儿打理。 关于婚姻之事,妇女二人都很少主动提及, 日子就这样过着,虽平静如水,但也顺心称意。 某日,妻子与父亲好友小野四见面。 不久前,小野四选择了再婚, 妻女相处和谐,她自己的状态自然也很不错, 而妻子却为小野四的女儿难过起来, 她觉得再婚不是件愉快的事,不体面,甚至有些肮脏。 面对妻子的直言,小野四倒没放在心上, 这个年纪的男人需要几分运气,才能再度走入婚姻。 而这份幸运,年轻女孩怎么会懂呢? 傍晚时,周吉正在案前忙碌, 小野四随妻子一同来到了家中。 老友相见,难免要小酌几杯, 妻子一如既往细心准备着。 提及自己在婚之时, 小野四调笑着将妻子的话说予了周吉。 两位老友默契相视而笑, 妻子唯有娇羞着逃走。 不过,年轻人的想法还真难以琢磨, 小野四的女儿也尚未婚嫁, 她觉得婚姻是人生的坟墓, 不想这么早就走进去。 仔细想想,她的话也不无道理, 所以我也拿她没办法, 小野四无奈道。 而关于妻子的婚事, 周吉四已暗自思虑过, 是时候该为女儿做点事了。 她笑着对老友说, 不久后,姑姑来了家中, 她依旧殷勤地帮妻子物色着结婚对象。 那个叫福布的年轻人怎么样? 她询问哥哥。 福布是周吉的助理, 和妻子也算熟络, 两人还时常约着一同出游, 看上去是个不错的年轻人, 只是不知女儿是怎样想的。 年轻人的形式方式, 我们怎么能知道呢? 姑姑让周吉去探听一下妻子的态度。 周吉这才迟钝地答应了下来。 某日下班后, 妻子告诉父亲, 福布白天时来过家中, 他们还一起骑车出门兜了风, 父亲眼中闪过欣喜, 连换衣服的动作都轻快了许多。 吃饭时, 她迫不及待地询问起妻子对福布的看法, 很温柔和善, 是我喜欢的类型呢。 妻子回说, 父亲的喜悦之情一于言表, 你姑姑正想让我问问你, 有没有可能和福布结为姻亲呢? 她趁热打铁道, 而妻子却突然笑出声来, 福布她已经订婚了呀, 未婚妻是小我三界的学妹, 人非常的可爱漂亮。 听了女儿的话, 父亲尴尬中架杂着些许惋惜, 唯有低头默默吃起饭来。 而事实上, 妻子和福布之间不是没有可能, 一同出门游玩时, 两人都笑得很灿烂, 且对话中, 总有着彼此才能听懂的暗语。 甚至连要送福布什么样的结婚礼物, 妻子也会和她商量。 福布的态度则更为奇怪, 她邀请妻子去听小提琴演奏会, 却只买了两人的票。 妻子觉得太过暧昧, 笑着拒绝了她。 那天, 福布一个人去看了演出, 妻子没去, 她的未婚妻也没去。 而夜晚独自回家的妻子, 似乎也怀揣着心事, 但感情之事大多如此, 合拍很重要, 而更重要的是, 合适的时间与契集。 父亲独自在家时, 闺蜜玲子造访, 玲子离婚后一直做着苏锦园的工作, 有着一份不错的收入。 经历过婚姻的她, 面对父母的催婚变得从容了许多, 再婚与否全看自己心意, 外人的话只当耳旁风。 妻子回家后, 两人玩手上了楼, 今天是同学会, 妻子未娶参加, 玲子特来汇报情况。 同学之中, 有人辞掉工作嫁为人妻, 有人未婚先孕, 历经曲折, 还有人顺风顺水, 一生下了四个孩子。 虽状况不同, 但所有人都在考虑着婚姻之时, 妻子无疑成了同学中的异类。 所以, 你想何时结婚呢? 玲子问道, 而妻子并无此打算, 你有什么立场劝我结婚呀? 你自己可是离婚了呀? 她调笑道, 那有什么呢? 我只是第一次选球失败了而已, 下次一定会等到一个好球的。 玲子不在意地说道, 她依旧追问着妻子有关婚姻的打算, 而妻子也始终敷衍着。 不久后, 姑姑为妻子物色了一个合适的结婚对象, 对方姓佐武, 34岁, 家事学历都很好, 长得更是一表人才, 像美国电影明星Cruper, 姑姑不厌其烦地介绍着, 而妻子只是拒绝。 她担心结婚后, 脾气古怪的父亲无人照顾, 毕竟自己才是最了解父亲的人。 如果这样想, 那你就一辈子都不能结婚了呀? 我不在乎, 妻子笑着回说, 眼看圈说不成, 姑姑只得拿出杀手锏。 她不仅为妻子物色好了对象, 也考虑了妻子父亲的再婚之事。 有个名叫丘子的女人, 丈夫早逝, 人很聪明, 品位也高, 佩周吉恰好合适。 你跟父亲提过这事吗? 妻子变了脸, 低声嘟囔道, 姑姑显然有备而来, 她说前几天提过了, 周吉的反应只是清了清喉咙, 大概是不反对的吧。 所以到底怎样? 姑姑继续追问, 如果父亲同意, 我也同意, 妻子眼含泪光, 赌气回说。 归家后, 父亲看出了女儿的情趣, 她上楼询问发生了什么事, 但妻子却生着闷气, 沉默着出了门。 一日, 福布灯门送来了自己的婚礼情见, 临人看到新娘新郎的照片, 也不免心生惋惜。 他们一直觉得妻子和福布 是很般配的一对, 而此时的妻子正在剧院里 陪父亲看着冷剧, 聚精会神之际, 父亲互朝远处低头寒暄, 妻子寻着目光望去, 秋子正坐于对面, 短暂的目光相交, 就让妻子心中生出许多波澜来。 难道父亲决定要再婚了? 所以才可以安排 一起来看这场演出。 那女人看上去的确温柔端庄, 但还是无法接受她代替自己, 成为这家里的女主人。 为了照顾这个家, 自己选择了不结婚, 可父亲却要再婚了。 我努力维系着的家庭, 在父亲眼里究竟算什么呢? 妻子内心的情绪 一股脑地翻涌起来, 已无心再去看什么演出。 回去的路上, 妻子始终低着头没有说话, 最终她再次负气离开。 妇女二人一前一后平行地走着, 但彼此间的距离却越拉越远。 心怀委屈的妻子去了灵子那里, 想着也找一份速记员的工作, 但灵子显然无法体察好 有此刻的心思。 她觉得自己是因为离了婚, 又不想回娘家, 才被迫出来工作的, 还是早些结婚更妥贴些。 妻子无奈, 只得又生着闷气回了家。 父亲正等在那里, 姑姑已帮忙约好了 和左五相亲的时间, 她依旧抗拒着, 我想和爸爸你生活在一起。 她低头说道, 而这一次, 父亲的态度却很坚决, 你不能永远留在这里, 迟早都是要结婚的。 我想现在正是时候, 你已经照顾我太久了, 我要为此向你道歉。 可我结了婚, 你要如何生活呢? 你从不习自己的衬衫和衣领, 煮饭总是煮嚼, 桌上也总乱七八糟的。 假如我说, 以后不必再担心这一切, 有其他人照顾我了呢? 妻子听出了话中意味, 不停追问着父亲, 是否要像小野思那般选择再婚, 对象是否就是今天见到的秋子? 父亲平静点头称是, 妻子无法接受, 独自上了楼, 明天应该是个好天气呀。 父亲站在窗前, 屋子念叨着, 而房间内的妻子终是男人痛哭起来, 最终他还是去见了佐伍, 出人意料的是, 相亲的结果令他感到满意, 对方的确如姑姑说的那般, 像电影明星Cuper, 但他还是犹豫着, 这样的包办婚姻真的好吗? 而灵子却觉得, 像妻子这样的女人倒挺适合包办婚姻的, 而且无论哪种形式的婚姻都差不多, 男人们很狡猾, 婚前好话说尽, 只让人看到优点, 一旦结了婚, 所有缺点就会展露无遗, 所以自由恋爱什么的, 同样靠不住, 倒不如潇洒点, 先结了再说, 如果她不好, 就离开她, 妻子虽拿不定主意, 另一边的姑姑却一极不可耐, 她现在信心满满, 就差妻子给一个答复了, 散步时, 姑姑意外捡到了一个钱包, 她认为这是帮妻子签成姻缘的好彩头, 说着便把钱包塞进了自己怀里, 捉急提醒说, 捡到钱包要上交, 姑姑嘴上答应着, 却一路小跑离开了远处, 说起来姑姑只忧心一见识, 那便是左武的名字, 左武熊太郎, 听起来很强壮呀, 说几道没觉得有什么不妥, 而姑姑却说, 这名字总让人觉得胸口有很多毛的样子, 该怎么称呼她呢? 熊太郎先生像是在喊山贼, 阿熊又像菜摊小伙, 小熊就更交不出口了, 姑姑思虑片刻说, 不如就叫她哭叫好了, 此时妻子恰好归嫁, 姑姑直接流淡地问她考虑得怎么样了, 是否愿意嫁给对方, 妻子原本躲避着不愿回答, 但在姑姑的苦苦追问下, 她终是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姑姑开心不已, 这就打算回去报喜, 并开始着手准备婚礼事宜, 看吧, 我捡到的这个钱包真是个好东西, 临出门前, 她拍了拍胸口说道, 父亲也如是重负, 但她还是向妻子反复确认, 你是真的愿意嫁给她吧, 我是因为无奈才决定的吧, 一切都没有违背你的本意吧, 妻子一一给出肯定答复, 脸上却无半分喜悦, 女儿上楼后, 父亲也陷入落寞中, 不久后, 父女二人一起来了一场婚前旅行, 在京都, 妻子见到了小野寺的再婚妻子, 经历了这么多事, 在看着眼前这和谐的一家三口, 她似乎改变了当初的看法, 夜晚时, 她向父亲谈成, 自己不该说小野寺叔叔再婚肮脏, 她的妻子是个好人, 而且两人很合拍, 爸爸, 我曾经也为你在婚的事感到不快, 妻子喃喃说道, 似乎还想要解释些什么, 而父亲却也憨然睡去, 这些话, 也许永远都无法说出口了吧, 一日枯山水旁, 周琦和小野寺谈及妻子婚姻之事, 不免生出几分不舍来, 还是生个儿子好啊, 剩女儿的话, 把她养大, 还要送她出嫁, 没嫁的时候担心她嫁不出去, 一旦嫁了, 又会觉得失落, 那也没办法呀, 我们不也娶了别人养大的女儿吗, 小野寺谈看着回说, 两位老友同时无奈而释然地笑了起来, 旅程要结束时, 父亲笑着向妻子感慨, 以前为何没多出来走走呢, 不过还好, 等结了婚, 你的丈夫会带你四处旅游的, 而妻子却再次陷入低落中, 她还是想跟随父亲生活, 我什么地方都不想去, 跟您在一起就足够了, 您再婚的话也没关系, 我甚至婚姻并不能带给我更多的快乐, 听到妻子的恳求, 父亲表情严肃了下来, 他向女儿说了这样一番话, 我已56岁, 人生就要走到尽头了, 而你的婚姻生活才刚刚开始, 你会拥有一个新的人生, 他需要你和你的丈夫一起去经营, 其中并不包括我, 这是人生和人类历史的一种秩序, 结婚并不意味着幸福, 但期望突如其来的幸福, 是错误的想法, 幸福只能由夫妇俩共同去创造, 它也许要一两年才会出现, 更甚至要五年十年, 也只有到那时, 你们才能被称为真正的夫妻, 我和你母亲也是这样走过来的, 我们间的关系一直不好, 持续了好几年, 许多次我发现他在厨房里哭泣, 但他还是忍耐了下来, 所以你们必须互相信任, 用心去爱对方, 你给我的所有爱, 现在都应该转给作物了, 如此这份爱才能衍生出新的幸福, 这样说你能明白吗? 妓子轻轻点了点头, 认同了父亲的说法, 请原谅我的自私任性, 对不起让您担心了, 他对父亲说道, 终于妓子出嫁的日子到来, 看着穿上婚服的女儿, 父亲眼中闪烁着光, 但他还是提醒要快些出发了, 他晚了会显得匆忙, 父亲自觉该说的话都已说完, 感谢您这些年来对我的养育之恩, 女儿俯下身告别, 祝你幸福, 你要做个好妻子, 这是父亲同他说的最后的话, 送走妓子后, 周杰和灵子来到了酒馆, 你今后就会变得孤单了呀, 灵子说道, 这没什么, 我很快就会习惯的, 所以叔叔你打算再婚了吗? 妓子很担心这件事, 看起来这是他最大的烦心事, 别这样做, 为什么要再娶呢? 不可以再娶哦, 灵子撒娇道, 不过那么说的话, 他就不会出嫁了, 周杰笑着回说, 灵子亲了亲他的额头, 肯定了这位老父亲的良苦用心, 别担心, 你不会孤单的, 我会尝去看你的, 还能怎么做呢? 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谎言了, 周杰落寞的喝了口酒, 最终所有人散去, 九亿阑珊的周杰独自回了家, 友儿的房间内, 他胆了胆身上的尘土, 而后坐下来, 长舒了一口气, 现在要做些什么呢? 周杰拿起桌上的苹果, 消了起来, 房间仿佛一下变得空荡, 连销苹果的声音都清晰了许多, 一圈又一圈, 果皮落地, 此刻, 黯然低下头的周杰, 就像一片秋天的枯叶, 正从枝头悄然落下, 而生活的潮水, 却依旧翻滚着, 永未停息。 人生终究孤单一人, 这大概是小静所有嫁女题材电影的主命题, 而这一次, 他借剧中人之口, 用一种近乎说教的方式, 直白地道出了东亚式家庭关系中的另一真相。 我已56岁, 人生就要走到尽头了, 而你的婚姻生活才刚刚开始, 你会拥有一个新的人生, 其中并不包括我, 这是人类历史的一种秩序, 我想, 这一所谓秩序的本质, 大概就是, 以牺牲员有家庭为前置条件, 去成全儿女们的新生活, 因被这一继承秩序所规训, 父母会把让子女成家立业, 当成自己的人生任务, 仿佛儿女们不结婚, 自己的人生也不得圆满, 所以, 他们才会不厌其烦地催婚, 才会愿意花掉一生积蓄, 为子女们安家置业, 即使深知这新生活里没有自己, 也没关系, 因为只有这样, 他们才可长出一口气, 静静消一颗苹果, 或做些其他什么事, 以安心而落寞地走入自己人生的中举, 但无论观念差异有多大, 我还是会被影片结尾处父亲的孤独所触动, 大概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裹皮断掉的时刻, 不管遵从哪种生活方式, 走到头, 终究都是孤单一人, 所以, 催不催婚, 抑或其他观念之中, 或许也没那么重要, 因为在此之上, 还有更高的秩序, 人生还真是孤寂呀, 人们最终都不得不如此感叹道。 我是藤井树啊,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会持续分享关于日影的一切,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